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3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中国疫情正在快速扩散 围堵攻防 激烈 疫苗上市,国药老总下台 基本上这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讲疫苗,一个是讲疫情 为什么我最近持续在讲疫情,原因是 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是疫情的一个临界状态,临界状态就是说 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社区爆发 然后扩散现在变成了一个关键点 所以我们今天 重点讲扩散 先讲讲这个国家卫健委,国家卫健委发言人叫米峰 他今天有个说法 他今天说这么说,他说进入2021年以来 中国各地 报告本土扩散病例和聚集性疫情 那么疫情呈现 持续时间长 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患者年龄大,农村比例高等特征 有的地方出现了社区传播,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么多代传播,就是他已经出现了迭代 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这是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疫情的情况 这是第1个 第2个呢,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他说我国疫情呈现多地局部爆发和零星散发状态 这是入冬后,全球疫情大幅上升后 对我国造成疫情防控巨大压力的一种反应 然后他说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大,将增加疫情传播风险 物流加大,地温条件下需警惕进口冷链食品 如果实施好相关措施 可确保不出现大规模疫情反弹 那么 我对冯子健的后面这个结论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现在我认为 中国的疫情正在 正在向大规模反弹方向发展 为什么,你看后面的情况 但是基本上现在就是 现在疫情要 我认为应该大家要高度关注中国现在的疫情的情况 这个整个的态势 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疫苗 那么国家卫健委通报 1月12号24时 那么全国确诊 新增确诊病例115 那么其中境外输入8 然后本土病例 107 那么可以看到输入已经少了,已经少到8了,那么本土已经开始出现上升 上升到107,其中河北90 黑龙江16 山西1 那么新增这个无症状病例38 那么 河北 河北无症状病例15 那么现有呢 全部都是本土病例,不是输入型的 河北省 那么总共现在有220例 那么黑龙江新增12例 也为本土,那么总共有65 吉林7 也是本土,现有14,广东1来自香港 浙江2来自日本以色列 其他现有不祥 山东新增1,现有5 那么石家庄副市长孟祥红今天发开这个记者会 那么13号,石家庄新增确诊病例26 无症状2例 那他说呢,截止13号的12市 全市设了13000个采集点,采集了821万人 纵检721万人 检测510万人 那么其中我们之前说的这个 石家庄稿城区的 增村镇,小果庄村 刘家佐村 南桥寨村,那么是重灾区 全体村民 5437人 除两人 重病不能移动之外,全部集中隔离 隔离 那么冯子健认为他是这么说,他说 从1月2号 河北省首次报告疫情 到现在已经11天 那么 根据去年处理这个多起的这个聚集性疫情,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有几个案例是去参加这个 婚宴 造成的聚集性的传播 首次报告到最后一例 最后一例确诊病例,一般是两到三周 那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说要 集中隔离,2万人集中隔离,2万人集中隔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让这2万人没办法离开 那么和其他区域断开 这个冯子健就说,只要我们采取果断 措施,刻不容缓的抓好各种 各项防控措施,相信疫情会很快得到控制 这种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这2万人先控制起来 不让他离开 不让他和周围地方发生 传播,然后内部我们再来想办法 大概是一个这个情况 那么从1月2号 到1月12号,河北省 累计发现这个本土确诊病例是326 河北省 总共是300多人了,已经很厉害了 我刚才看到有网友在我那边留言说 说这个 石家庄先是传染病院住满了 再开了两家新的医院 那么可见当地疫情是相当严重啊 那么确诊病例326,无症状感染者234 那么河北省,河北的疫情 我今天讲的重点就是在向全国扩散 那么目前 河北省的确诊病人 已经 到了哪些地方呢?他的踪迹出现在哪些地方? 北京 陕西 山西 天津 武汉 安徽 贵州 都通报有来自河北省确诊病例 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到了这些地方 那么我就讲举几个例子啊,1月12号 北京西城区公布 廊坊 固安县 有一个确诊病例病人 他是什么呢?他是北京西城区 庄胜广场一家公司的员工 看见这个情况了吗? 其实他是很难控制的 他住在这个廊坊 固安县 就是因为河北有很多,北京有很多人其实住在 住在这个三河市啊,这些就是廊坊,其实就全部都属于廊坊,因为廊坊跟北京挨着 那么近期有石家庄旅行室,那就其实不是旅行室,他住那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1月10号 1号搞城区确诊病患者 曾经3号 乘火车到武汉 4号在武昌 活动范围去了很多的市场 这可能是一个采购啊 这是第2,第3,1月13号凌晨 海宁市 发现,浙江海宁 发现 石家庄 来一个 无症状感染者 他是海城 他是航海 城际铁路的员工,就是高铁的一个员工 发现他阳性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我们再举个例子 举一个 流行病调查的案例 简称流调 他是说他其中 一个 我们今天举两个例子,第1个例子 江苏泰州 他们通过大数据发现什么呢 发现五宴区吴某某 和 其中一个 确诊病例是密切接住者 他要去查 这个吴某某的 行动轨迹 他就公布什么呢,公布吴某某 2021年1月7号 10点50分 在泰州火车站南广场 乘K2公交车 那么 做了K2公交车,11点36分 在达江雁区政府,区政府南 公交站下车 这是一件,他的一个行动轨迹,第2个行动轨迹,1月10号12点半到2点钟 在江雁紫云仙浴室洗澡 然后他就要求 这段时间的人 就出现在这个地方的人 去跟疾控中心联系 就是要检查 这是一个流行病调查的案例 你可以看一下 当有一个病人的时候 当他不确诊的时候 他产生的这个传播效果是非常广泛的,你想一个公交车 上来下来,上来下来多少人 然后他去了浴室 浴室他要求 这段时间在浴室里的工作人员 和在那洗澡的人全部要去检测 这是一个流行病调查 调查案例 调查案例第2,这个就更大规模 1月13号 吉林省卫健委 疫情通报 那么 在黑龙江开往北京的列车叫K350 1月5号发现了三名来自吉林的无症状感染者 三名来自吉林 K350是从加木斯 开往北京,北京西站 途经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河北 天津北京 六个省市 那么途经有多少个站呢?有20个站点,其中包括 隋化 哈尔滨西 长春 沈阳 廊坊北 天津20个站 运行全程运行27个小时 27个半小时 那么K字呢 通常是 快速旅客列车 G就是高铁 那么这种K快车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车厢封闭 空调通风 然后呢,它除了有坐票以外,还卖站票 所以它比高铁的密度还要高,这是一个 第2个 这三名感染者,有两个人夫妻,其中有一对夫妻,另外一对 这两个人呢是1月5号 上的K350 那么从哈尔滨西 坐车 回长春 车厢 是11号 两个人坐在一起 那么19号跟20号座位 那么另外一名感染者,是同一天坐同一个车厢 座位是13号 但是呢 他是从这个南岔站到哈尔滨西站 也就是说这两个人上车的时候 这个感染者已经下车,前面的感染者已经下车了 然后这名感染者,就是前面下车的这位感染者 去了哪里呢 去了哈尔滨 长春 通话 他是一个做培训 他就接触了 五名无症状感染者 就是 他是去上课给别人上课 培训 上课培训 结果接触之后 有五个人成为无症状感染者 那么 然后这三名就无症状感染者 和此前通报的 两例 无症状感染者在同一个车厢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叫流行病学调查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的情况作为一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国家 我讲这个案例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中国的疫情防控困难之处在哪里 困难 他的防控困难在于 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流动人口规模巨大 你看一下我们就光说火车上面 这次疫情的特点是什么 这次疫情特点就是 他有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有症状的人 另外一种人是没有症状的人 可怕的是当然是没有症状的人 那么中国的情况是 流动人口规模巨大这第1个 第2个 中国人的交通工具 90%以上都是在 都是在什么大规模集体运输系统 比如说火车 比如说地铁 地铁 比如说公交车 这都叫 大规模的运输系统 大规模的运输系统 他最容易产生交叉感染,什么叫交叉感染就是 你进去,一个感染者进去 然后他就产生了感染 然后这些人又会去其他地方 又产生感染 交叉感染 第2个情况,第3个情况 代价巨大 我举例子 你看 1月12号 吉林省新增加7名无症状感染 那么 其中三个人被认定是从黑龙江输入型 这是一个 然后呢 黑龙江新增的这个确诊病例有7例 那么所有的病 整个的黑龙江的这个疫情爆发源自于哪里 隋化 隋化现在已经封城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1月13号,772查出来 对这个无症状感染的密切接触追踪 去追 就是 当他发现这个人是无症状感染者 他就通过 这个密切接触去追踪,追踪到什么呢 追踪出来四个无症状感染者,所以这是很可怕的地方就是 他没有症状 那么 由这一起 就是由一个 由一个密切接触追踪 查出四个 然后最终又进行的家庭聚会 最后总共发生了,发现了多少人 11个人 就是1变成了11 那么1月13号交通部交通运输部发出紧急通知 这个通知就是两点 第1条 各地原则上要暂停进出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级行政区域的 省济、市济 道路客运和跨城交通 大家知道吗 他这个通知的意思就是 只要你这个起点或者终点出现了什么呢 出现了中高 风险地区的 这个 标识 那么这条线就要停下来 这是什么线 长途客运车,长途客运车停下来 就是 其中包括 县级 县级区域 县、市、省 三种 跨城的这个交通 公交 全部都要停下来,这是第1个,第2个 途经你两个点 都不是中高风险区 都是低风险区的话 那你经过中高风险区你要控制 不能够上下客人 就这两个通知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你可以从刚才河北的情况来看,河北情况 我刚才举的两个流行病调查的这个案例来看 实际上 这个疫情的扩散已经正在发生当中 虽然流行病调查可以进行围追堵截 但是大家知道 人是 人是不断的在运动当中 他产生的后果根本就是 就是 你进行流行病调查的速度,没有人活动的 速度快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疫情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什么 最终出现的情况就是你原来的这个系统最后会崩溃的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 现在的情况就是处于一个临界状态,就是我说的是 最最根本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疫苗 要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疫苗本身 的问题 就是如果中国的疫苗是有效的 能够解决问题的 那么理论上来说,中国应该很淡定,大规模打疫苗就是了 但事实上,事实你看现在的情况是 由这个证明这个疫苗是有问题的 他不能够解决问题 因为疫苗是拿来解决问题的 但到现在的情况是 现在中国的疫苗没有能够解决问题 当然他打的规模也不够大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那么现在就有个突发新闻 国药控股 国药控股 董事长李志明 国药股份总经理李辉医院12号 同一天 辞职 通常你可以,国药集团当然是中国最大的医药集团 那么国企 那么 国企突然有,如果他是一个人辞职 你可以理解为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正常的人事更迭 但是一家上市公司 国药控股是他上市公司的 最上面这一层 国药股份是他下面的 那么一个上一个下,两个老总同时辞职,肯定有人 肯定有情况 这个情况什么不知道 先说新闻 国药控股1月12号在港交所公告 董事会1月12号收到董事长李志明的辞呈 公司 公告提 说 由于个人原因,李志明向董事会提出辞去 董事长,执行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席,董事会战略投资委员会主席 董事会法律合规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即日起生效 这是一个 国药控股是 国药集团的核心企业 2003年1月 成立是2003年1月 2009年9月在香港上市 2005年以来 连续蝉联中国 医药企业 销售额榜首,就是老大 那么国药集团目前拥有480家子公司 包括国药股份 国药一致 两家上市公司 国药控股的董事会 推选这个于清明代行董事长职务 于清明是 国药控股的党委书记执行董事 那么 然后国药控股 然后再发公告说这个李辉 辞去这个国药股份的董事总经理战略委员会 委员和审计委员会委员,即日起生效 国药集团是中国疫苗的主力军 国家队 那么他的子公司叫中国生物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上国药集团的主要,他另外还有一家 主要的疫苗是来自这个生物技术 股份 李志明 62年 62年他是新疆 81年 新疆商学院毕业 然后30年 81年毕业于商学院,新疆商学院 过去30年 之后的30年一直在新疆工作 然后96年 这个出任这个新疆 新疆新特药民族药公司 当总经理 然后到了2021年 2000年 进入国药系 国药集团 那么他在如果从2000年 算下来 他在国药 国药系,国药集团这个体系里面 已经生根了20年 他开始历任新疆药业集团总经理,然后党委书记 然后就做了 2010年5月开始 任这个国药控股的副总裁总裁,执行董事 然后就一堆了 我就不念了 那么近几年来国药系统 国药集团 人事变动频繁 那么换了几次了 换了几次 从这个情况来看,现在的国药集团的董事长是谁呢,叫刘靖珍 刘靖珍是国药集团的董事长 法人 然后是党委书记 那么大概就是这样 从前的情况来看 两个人同事离职,就不是正常的人事调整 应该是 应该是有事,什么事不知道,有可能是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落马 落马,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一种情况,权力斗争 失败了 通常权力斗争失败了,会以落马的形式出现 查贪污腐败,这是一种形式 但是也有可能跟 反正国企跟政府其实差不多的 一个国企里面的 这个高层权力斗争 也差不多你死我活吧 跟中共 中共的权力斗争是 无日无知 好吧,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主题讲一下,我在这里提醒 提醒国内的网友 留意两点 第一点 我刚才讲,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流行病 流行病调查的一个案例,你从这件案例上来看 风险最大的什么 载图 载图的风险性是最大,你看刚才就是一趟火车上面 传染了多少人 所以 大家都要小心,就说 今年过年,我呼吁大家,能不离开你那个城市,就不要离开你的城 或者是 近期尽量的少离开 不要做旅行 坐飞机都不要 飞机其实是一样 飞机的密封性也是一样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总结一下 目前中国的这个 疫情处于爆发的临界状态 那么这个疫情的传播正在发生 那 当局的这种堵截呢是有困难的 他会落后于疫情的步伐 他只是后面往前追 但是大家知道人的活动是非常频繁 这是一个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现在中国核心的问题 是疫苗 疫苗不能够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你看虽然美国现在 疫情已经,我印象中前天,不知道大前天 已经上到一个峰值 但是大家 不很慌张 为什么 因为有疫苗 疫苗能够 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现在 打疫苗的速度不够快而已,我觉得美国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尽快的让CVS这些 这些连锁店能够尽快的加入到打疫苗的这个行业 才能够 一定要利用什么,一定要利用商业机构的 能力,商业机构的能力 比政府的能力 强 很多很多很多倍 所以要尽快地做这件事情 OK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 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那我们希望大家今天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的这个,关注我的推特号跟 脸书号 尽量的参加我们的这个直播啊,因为直播能够 有更多的交 更多的交流 因为不断的有网友在推特上 提一些问题,或者在 提问区提问题 就是 这个我通常不会在 推特脸书或者是在 这个评论区回答网友的问题,因为我实在没有,不可能有时间 那因为一提问就涉及到讨论了,那么我们 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所以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的 直播来 参加直播,在直播里面提问 这样的话会更有效率,因为 我在这里回答的问题可以 让更多的网友听到 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 看看今天 大家有什么高见 鸣谢 谢谢 谢谢 情况 坐标深圳 几天前坐出租车 兼职司机说 政府要求高危职业先打疫苗 司机说他同学在公安局做领导 也还没有打 领导说要最后才打 司机说如果强制打疫苗他就不干了,另外 王老师说深圳写字楼空置率的情况 真的很真实 王老师真的非常专业,谢谢王老师,谢谢 情况,墙内四线城市 国企里上班的家人说,单位已经开始让员工自愿报名打国产疫苗 情况 坐标河北 这是重灾区 单位组织全员检测,现场人挨人,人挤人,整个就是个大型集中感染 现场 负责检测的护士手套也不戴,一个接一个往 测试者嘴里捅 同时据朋友称,河北的车牌连外地,在外地连油都加不上 事情太突然,之前跑去外地做运输的惨了 坐标河北 大白菜5块钱一斤 100块钱就买三颗白菜 外加两根大葱 我的天,这怎么过 情况,进驻武汉 需要做核酸检测或7天以内的检查报告 坐标大湾区,深圳上属正常 只是要求不得离生 情况,我们这里医生已经打了疫苗 我看到他们真的不良反应,心惊 真的吗 情况 折冬医疗系统必须打科兴疫苗 呼吸道病人必须 至指定医院就诊 过年不准出城 不准去人群密集场所,很气愤,虽然一年多没去了 观点 病毒一直存在 一夜清零就是暴症 解决烈性传染病的唯一方法就是疫苗 封闭阻断传播途径,效果限于初期 社区传播开始,封闭阻断只能 延缓爆发,不能清零,国内城市实际 感染数据可以类比伦敦 纽约等城市的公开数据乘以一个系数 主要可考虑人口密度大 公共交通为主 环境污染食品毒素 运动少体质差 蛋白质摄入量低 缺医少药 确诊标准几乎等于发达国家进ICU的病人 非常正确这个 我经常讲一个问题啊 我来美国最 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我来美国最深的感受就是美国人真的很 很注意健康 很多人嘲笑美国人 说他们胖啊,说他们这个,但是我 我每天就看见他们在干两件事情,要么就在跑步 要么就在遛狗 然后 随处可见的都是什么,健身房 所以其实美国人很注意这种运动 所以美国人很健壮,你看他很健壮 中国人不强调这些 中国人的传统不强调这些 四肢发达,后面就一句话叫头脑简单 就是 讲你四肢发达 意思就是你头脑简单,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要改变这个观念 要多运动,要让自己的身体强健 要多吃蛋白质,那么张洪文老师 医生说 说那个 在 发病的初期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蛋白质 因为你身体产生抗体 其实依靠的什么,蛋白质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 啥都不用管 一天俩鸡蛋得保证 这个很重要 情况,我是武汉人,去年封城期间一直在武汉做物资的 志愿者 今天发现我淘宝买的东西北京发货,物流已经停在华北仓五天了 大家手里都没有透明的消息 我只能告诉我的 只能以我的经验告诉大家,如果物流渠道被停掉 绝对不可能只有几百例 情况绝对不是控 不是控制好了,如果没有必要,呼吁大家不要出门 过年呆在原地 非常正确 非常正确 情况,朋友癌症从保定去北京复查 官方说要拿72小时以内的核酸 证明就可以 火车到站 被工作人员拦下,说河北人不允许进京 有核酸也不行 朋友要求看上面发的文件,工作人员说没有文件,口头通知 最后连夜被工作人员遣返回保定 这就是草菅人民 您好 如果说 如果说现在的这个,从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情况来看 情势还是非常严峻的 情况,坐标上海 从上周开始,市中心的商场影院又开始恢复健康码制度 感觉疫情反扑已经坐实了 今年春节外来务工人员,就是农民工 又要就地过年,如果服务业再来一次封锁 这些滞留的人员恐怕会更艰难 情况,这几天连续有国内的朋友向我求证 求证假新闻,向日本自卫队在间隔诸岛攻击中国海军 奥运会取消改到2032年 国内疫情严重是因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造成 我想是不是因为国内疫情严重了有关系 假消息,我现在发现 以前我们看到一些假消息,通常是什么呢?通常是一些,你看 不知名的小网站 现在你会发现 像什么今日头条啊 网易啊 都会出现假消息,就类似这种假消息,这些网站都会出现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信息战的一部分 但是我相信很可能就是 就是像环球时报啊这种网站,环球网啊这种网站 都有这样的嫌疑,所以大家 最近看国内的网站 千万要小心一点 其实海外网站也要小心,总之你看新闻都要小心 判断一下,你比如说 自卫队攻击中国海军这件事情,我觉得 如果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 不应该,新华社就应该发新闻了吧,不应该等那个某一个小网站发吧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这种新闻 这种耸动性的新闻 基本上就不要信了 情绪,国家真的太乱了,目前疫情反复导致封城 让很多收入不高的人处于崩溃边缘 国家政府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优先,至于老百姓 大家都懂的 情绪 前些时间回国都遭白眼 千里什么毒啊 送毒 说是国内是境外输入,现在瞒不住了,又只能回到封城的日子 只包不住火,希望这次能唤醒一部分 还没被完全洗脑的人 国外疫情不这么差,国内运气也没那么好 情况,听北京的朋友说,北京大院开始自愿打疫苗 但得打陈薇的 腺病毒疫苗 这个没过三期啊 陈薇 好吧 让陈薇祸害北京 也不好吧 情况,在医院的护士朋友打了疫苗,开始感觉头晕,恶心,浑身无力 后几天好点 一个常吃 一个常年吃 优贾乐的同学不能打,优贾乐是什么,我不知道 情况,坐标上海,今天去超市买白菜 居然限购只能买一颗 打卡 西班牙,西班牙马德里 受王老师鼓励,全家移民来这里快半年了,虽然适应性环境有各种挑战 但是每天 听王老师的节目,心里暖暖,希望王老师节目越来越棒 谢谢,谢谢你 情况,坐标布拉格 欧洲多国的疫情起起伏伏 说不清是第几波,多个国家开始接种疫苗 但目前还看不出效果 各国政府防御措施就像阶级斗争,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核心还是要打疫苗了 核心还是打疫苗 欧洲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德国产的疫苗 应该在欧洲本地 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情况,坐标丹麦,丹麦已经开始全民疫苗接种 将所有居民分成12类,从老弱病残开始打 预计今年6月底之前完成全民免疫 网上给出详细的接种时间表,输入自己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能查到自己的预计接种时间 多好 因为国家的管理就应该是这样子 情况,中国老一辈 老一辈人喜欢打太极 最近接触到一位 非常热情的教我打太极 我礼貌性的和他交流了几句 老年人打太极根本没有稍微系统一点的学习 就是自己琢磨的打,还不断的说西方的健身特别坏 好吧 反正我是觉得 中国人有一些,我经常讲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是我们很多 很多虚假的故事 形成的 比如说中国人 中国的武术很厉害 那么我们以前看过那些这个 中国人,中国的这个武术大师打败那些大力士的这些故事 包括霍元甲,包括这些电视剧等等 中国人喜欢给自己一些这种心理上的安慰,但是你要想一下 打架这件事情无非是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是身体强壮 有力气 扛揍 这是第一个 第2个,有技术要训练 要练习 要实战 我们经常讲中国武术现在已经变成什么,中国武术现在其实 已经变成了一种表演性质的 健身型,还不是体育 它是健身型的这种 活动 那 第一不强调这种身体训练 不强调强化身体技能 没有实战 那你可以看一下,在网上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中国的 武术所谓的大师在 跟别人的这种拳击呀 格斗啊这种MMA的这种对抗当中 走过几个回合的都不多呀 所以这个情况大家 我觉得中国人要正确的 评估自己 评估我们的文化,评估我们的生活状态 特别要评估我们的心态 你看这次美国大选,你看中国人的心态 很能反映中国人的心态,我们回头慢慢讲好吧,我念完 情况,桌标沈阳,在全面检测中因排队问题而袭警的父子 分别被判刑一年和八个月,另外暴力施行管控区大妈 在非管控区围围堵外国买菜大爷强行检测的视频 也在网上流传 大部分网友却叫好,无道德底线的暴政 和洗脑造成的畸形病态的社会 把正常人逼疯,洗疯 大家反正要小心,我们这是底下的那些人 当然有一部分是被洗脑,我觉得大部分是五毛 大部分是五毛,中国的五毛太多了 你看看中国监狱 观点,以国内针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力度 如果想控制住是可以控制住 主要看决策层的目标 但极端措施对公民权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会有很多次生性灾难,底层民众真的生活艰难 你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那些说今年中国经济会反弹的 你看又开始出问题了 你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上半年这情况也非常的严峻 中国经济形势很差 会 会有巨大的挑战 情况 迪拜政府曾经积极地报道中国疫苗,但其实免费注射点在非常 偏远的诊所 而现在政府官方说要让70%的迪拜居民打完辉瑞 现在正有条不紊的推进 免费注射点遍布城市 作为世界疫苗中 中转运输中心 迪拜做得很不错 观点,原理上灭活疫苗是最可靠的,因为本身是病毒 但生产上要 但生产上要先生产病毒 所以要保证,要想保证质量一定 是产量低,速度慢,成本高 中国的高产量灭活疫苗质量让人担忧 OK 提问,请问王老师,如果国产疫苗有问题,为什么周围没有听说有不良反应 的消息 老实讲呢,我对疫苗的不良反应呢,其实是,疫苗一定会有不良反应,各种 只是反应的大小而已 这是第1个 第2个 核心的问题,临床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临床的核心的问题是 要发现它会不会有一些很严重的不良反应 但是如果没有 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实这个疫苗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你其实是用一个代价,一个小的代价 去防止出现一个大的危险 疫苗其实都是这样的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不良反应 我认为只要你没有一个很严重的不良反应,疫苗是可以接受的 最巨大的问题不是不良反应,大家记住 疫苗最核心的问题是它能不能提供 保护的问题 打疫苗目的是什么 就是能给你身体提供保护 这个保护呢就是说你不会感染到 这个武汉肺炎 那如果不能提供保护,这就是之前讲的 有很多人打了 结果到国外又全感染上了 那说明什么,这个疫苗是无效的 所以疫苗有两个问题,第1个它到底有多大的效力 它能提供多少保护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我觉得 如果它没有严重的不良反应,可以忽略它 当然不能完全忽略,就是我们核心讨论的 重点是什么 核心讨论的重点是 它有没有提供保护 中国的疫苗 其实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它就是不能提供有效的保护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情况,北京某村今天明天两天要去全村做核酸检测 由于外来人口多,导致检测时大量人聚集,一个广场至少聚集了1万人 我的天 我排了三个小时都对 而且有部分不戴口罩或者抽烟吃饭 观点 中国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来自于迷恋于过去的历史无法自拔 没有客观审视自己 时局的思维是来自于长期的洗脑 习惯了被喂食,形成了思维惯性 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人自己写给自己看 也没有那么威风 所以 观点 为了找真相,年初翻墙出来 原来墙外别有洞天,特别幸运认识王老师 我的贵人,谢谢你 观点,不要怪美国疫苗打得慢,我昨天去打了 进去护士先要求 先要单独介绍疫苗的可能副作用和签知情书 如果有问题要怎么办,打完后还要监控15分钟 这样能不慢吗 也是 但是不行啊 会死人的 所以要想办法 扩大这个打疫苗的 打疫苗的点啊,不是说你 我只有这几个点,我得增加 以10倍100倍的速度扩大这个打 打疫苗的这个点 观点 观点,感谢王先生真正专业态度,受益匪浅,思科公司在中国大裁员,几乎减员一半 而且宣布不在中国销售硬件产品 思科剪一半 思科其实很早已经开始 开始不卖 不卖硬件产品 其实很早已经开始,就是 我印象中是在 2019年18年 这个思科已经不在中国卖硬件,已经卖不动了 已经卖不动了 观点,王老师你好,我是个墙内的孩子,从20年疫情关注到你 那个时候天天关在家里出不了门,感谢看到你的节目 感觉自己第1次接触到外面的世界 有很多的观点等,希望王老师节目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也祝王老师身体健康,谢谢 谢谢,你也注意身体,国内的网友注意保重身体 情绪,期待王先生 停息国药两位老总下台事件 我现在没有消息 我觉得大部分的可能性是权力斗争 观点,中国的药文要墙外墙内联系起来看才会明白 墙内的人只看到国药老总下台 但是为什么下台,原因绝对不会主动让人民知道,感谢遇见王老师,谢谢 情况,今天去打印店 看见一位老人拿着三张纸的维权书 要求老板给他打印被拒绝了 老板说派出所打过招呼 禁止他们帮忙打印这些维权材料,否则承担连带责任 OK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